華航第一架新引進的波音777貨機 在標註貨標的英文字 這Cargo的C當中 是藏有台灣形狀的圖案 不過就在今天 這民進黨立委跟議員召開了記者會 他們認為這樣的設計 並沒有凸顯出台灣 真的很難讓人一眼就看出來 這是來自台灣的飛機 就要華航應該要有自信一點 把台灣勇敢秀出來 昂首闊步 昂首闊步 秀出台灣 喊出口號 立委議員們要華航硬起來 你們有自信一點好嗎 你們勇敢一點好嗎 講出台灣這麼困難嗎 連台灣人都找不到 我們台灣在哪裡的時候 你更何況是外國人 原來就是因為立法院在今年七月 通過華航證明案 要求在機身上增加台灣意象 但是華航的第一架超音波 777貨機曝光 機身上印有Cargo的字母C 融入了台灣形狀 但不是人人都看得出來 那是台灣 機身上能夠做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足以區別辯識 與中國的航空公司 第二個更好的話 可以代表讓人家清楚的代表 這是一家來自於兩千三百六十萬人 國家的航空公司 要求華航定案前再三考慮民意 而華航則回應虛心接受各種意見 也謝謝各界指教 華視新聞羅利文潘建任 台北報導 你的航空公司 很多財視には